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他个临位也是应该的 相公啊 只要你是清白的呢 我真的好开心啊 这么大年纪了 还怎么恩爱似的 你真不知道害臊啊你 何止不知道害臊啊 简直不知羞耻 可不是一百岁不死 也有齐文呢 这也能买 人家说网的 有热闹看 你买了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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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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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贴又好用啊 一百两百断啊 要买快买了 请家王爷 你干什么无缘无故地卖亲家母啊 你继续用钱啊 什么 你也太离谱了 太学得了 还说别贴吗 太不想说了 你还说呢 我老婆死了女儿啊 一女成吉啊 我想带她出去走走啊 散散心 谁知道比以前更糟 弄得疯疯癫癫的 喂 疯疯癫癫 应该带她去看大夫吗 不是应该卖了她 是不是这娘是女人呢 有钱才行啊 我想回来做做生意 卖猪肉啊 谁知道那些客人呢 全都让人抢走了 我就快饿死了 那两口子不是应该有饭吃饭 有粥喝粥的吗 猪食肉没得吃了 还在这儿说风凉话 你们俩是不是买啊 要买快买 不买快买 一般年纪啊 又不能干活 把她买回家干什么啊 不是 你看这个女儿 又老又丑 没有老婆也不买她呀 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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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 还说便宜街坊呢 买 买 买 算便宜点 这怎么行呢 我买它 一百两就没有了 五十两吧 我买五十两吧 哎呀 你傻了僵尸啊 买只狗还可以回去看门口 买这东西回去 难道可以辟邪治鬼吗 喂 我女儿怎么说也跟你做过夫妻啊 这也算的事儿是你的岳母啊 别这么绝啊 永年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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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得你 小师弟害了我女儿 干完了又不认账啊 快点停啊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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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钱给了 货不要 留着你自己 哎 后出门数不退坏 你带走吧 嘿 你留着吧 再卖一次多好啊 哎 哎 这东西这么难出手啊 你还给我 我不要啊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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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这样 怎 怎么样 那个未必寄养费 我先帮你养的 哦 哦 现在是他病了还是我病了啊 啊 给你钱养老婆 我才懒得理你呢 喂 你有多少钱啊 我老婆很便宜的啊 一个月二十两 二十两啊 二十两 哦 算了算了 这趟破财党在了 哎 拿走 拿走 哎 谢了啊 这瓶钱用完了 我把老婆还给你 对不对 简直是无赖啊 哎呀 算了 亲家母她很惨的 我不更惨 误缘误辈 他们全家罗里的冤枉啊 啊 姐 你没事吧 没事 相公 晚饭你想吃什么菜 我去买啊 还买什么呀 我去前面给你抓付感冒药喝 你回去歇着吧 哦 啊 去 好吃啊 哎 舅母 都在这儿呢 舅母 你从哪儿回来啊 哦 呃 我去急事赶急去了 哦 原来呢 你的钱不够用呢 可以卖了你老婆 或是你老公 哇 好值钱的 哦 你怎么知道 那个人 你们也认识 不就是 那个准是舅舅 看来啊 他准是把舅舅给卖掉了 是啊 我把他甩掉了 把他甩掉了 哎呀 难道卖老公的事 真要命 这还了得 哎 舅母 哎 你看 有什么飞过 你 绑姐姐呢 绑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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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母啊 你为了找钱抽大业 居然连舅舅都卖掉了 你说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哦 你呀 到底把舅舅卖到哪里去了 卖了多少钱呢 说啊 说 喂喂喂 我回来了 哎 干嘛绑了舅母 放开放开放开 笑风啊 舅舅 他刚才说把你给卖了 你怎么又回来了 嘿 以你舅母的智慧 别说把我卖了 这钱甩了我也不容易啊 可不是啊 正想告诉你们啊 他没抽大烟 一场误会而已 啊 不是啊 可是他整天说没有钱 用满身的烟味啊 他最近呢 被一个神婆骗 所以呢 就整天出入庙宇 不就满身烟味了 那我们的钱呢 最近不是说什么吃多了喝多了四季感冒周鞠头晕又拉又吐钱了 没事了啊 没事了是不是 啊 这名灵验了 全部的银子呢 我已经添了香油了 那笔账一笔高销了 有没有搞错 舅舅 好缺钱花呀 借着人家钱再不耍了 阿梅 他们谁都可以这么说我 只要你不可以 为什么 在及时卖老婆的那个人 是你爹啊 啊 我爹 爹 爹 你什么时候可能会来唱歌球啊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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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娘 娘在这呢 爹 那点事是不是真的 什么事啊 什么事 卖我娘的事啊 装傻充愣 哦 是就是 是 是 是苦肉计 苦肉计 是 哎呀 你听我说呀 我跟你娘呢 除了散心的时候呢 我忍不住 我这赌了两个把 把她钱输了 我也跟高利太借 那他们就逼我还呢 我为了让他们相信 我真的没钱还 故意拖欠 我只好用苦肉计 哦 哎呀 爹啊 我求求你别再惹事了 娘看不见 阿弟已经很伤心了 你还死不悔改 阿弟全下有知啊 他也会怪你 没好好地照顾我娘啊 可不是 幸好现在 没有人要我娘 如果有人要我娘 你一定马上 把她卖给别人了 那那那那 你这句话算说对了 哈哈哈哈 你娘这不尊荣啊 哪有人要啊 那就算真的有人要啊 她有手有脚 她会回来 她还会偷偷地回来 而且呢 如果有金银珠宝的话呢 她会打回来 真是百利而无一害啊 哈哈 哪还有 呗 你弟我现在呀 老本也吃得差不多了 啊 你娘呢 要病成这个样子 该是那么金销刀的时候了吗 啊 哈哈 哎 干什么了 啊 你怎么了 不是 哦 我去给你倒杯水啊 哎 爹啊 慢着 哈哈哈哈 哎 干什么 爹 干嘛 请问你 舅母有没有给你钱买我娘啊 没有 可恶 一个嘴都没有 爹 那你现在还剩多少老本啊 没有 我现在还欠高利贷九十两 九十两啊 九十两 那叫什么 哎 是什么 还给我 还给我 哦 钱 钱 哎呀 我没有了啊 爹 拿回来点钱也好 钱 娘你干什么 钱 这还用万马彪 他们两个合伙骗我们 走 没有啊 不不不 哎呀 相信我是真的没有 我别走啊 儿子 小姐 穿的怪你 哎呦 走快点吧 待会下雨淋湿了 得了伤寒呢 我就更麻烦了 怎么了 哇 好香啊 番薯啊 哦 哎呀 你看你病成这个样子 这鼻子又没病 想吃是不是 走 哇 真香 你闻就知道是立日柴烧的 特别香 来个盘鼠 啊 谢谢 谢谢 灵魏牌当柴烧 是啊 附近有家安堂关门了 这些人无儿无女 也没人拜他们 那位师太在他走之前 就把这些灵魏当柴虎卖了 那 这里还有一筐 你看看吧 哎 无亲无辜 无亲无辜 阿弟死了 一个人在下面 真是无亲无辜 没人理 真是好惨啊 你别这样了啊 我们与阿弟多做其上法事 希望他快点轮回吧 嗯 哎 亲家母 来来来来来 您接着 亲家母 来来来来 哎呀真是 哎呀 您坐坐坐坐 谢谢 谢谢 哎呀 坐坐坐 来 起来 起来 亲家母 你觉得怎么样了啊 没什么 哎 头有点晕 吃东西有点恶心 心里堵得慌 三天没大便 两天没小便了 哇 那这也很严重啊 那大夫怎么说啊 那大夫说呢 她一女成病 哎呀 心病还需心药医 突然之间 上哪儿去找个阿弟回来 哎 这倒是 其实你这个病 也是怪我连累的 你也不必替我担心 我自己也找了镜子 看了自己的样子 也活不了多久了 哎 不是不是不是 哎呀 没事没事没事 她喝了大夫 给她的药呢 已经能走 能吃 能睡 走路呢 不会往一边偏了啊 没事没事 好 是啊 那些病猪啊 在临死之前啊 也终而之间精神百倍 精神的可以满山跑 哎 这就叫回光返照啊 别别别别别别 阿彪没娶 这个喜喜啊 也没娶媳妇的 你要走啊 他们也不肯让你走啊 没事 那些都是其次 其实我最担心的是你啊 你这个人啊 又好色又好毒啊 用钱挥合不顾不管 哎呀 哎呀 要不是我管着你啊 你早就露宿街头了 哎呀是是是 啊 亲家 这个呢 你就不用担心了 怎么说阿美呢 也是我的儿媳妇 大家自己人 是 我会给你们想办法的啊 好好好 总之呢 就长疲难顾 是是是 这个死东西啊 真是不值得帮他 真是 我得开 真是 我有一天看不见他有着落 我死也死得不平补啊 真是 真是的 真是的 亲家伯 哦 你要帮我这个忙啊 是 我我我明白 我明白 我来到皇宫这么久呢 也认识不少皇亲贵族 找一个像亲家这么大的年纪 合得来的也不是难事 皇亲贵族 有什么好处 是 有 哦 你想让我给他找个人吗 宫里有很多寡妇呢 没有问题 啊 谁说让他再娶一个啊 是啊 哇 讲明的是寡妇啊 万一那些东西像沙沙郡主 扫不清那样 我可不想这么到此 啊 你们不是说想让我帮忙吗 哎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老东西 如果有瓦折头 手上要有一张房契呢 那我就死得蜜目了 哦 这个就 你怎么样怎么样 怎么样怎么样 亲家母 这个呢 我会替你想办法的啊 真好了 我得多谢高明夫人您了 一言即出 您四马难追 我不耽误您办事了 不送了 多谢啊 请请请 请请 不不不 亲家亲 到底呢 亲家母她得的是什么病啊 她这个病啊 这大夫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只是说出了二十个字 温热邪毒 急于肺胃 胃妾被遇 终交的避色 避尽外泄 救死一生 啊 救死一生 最后那句是我嫁的 不是吧 大白天的 不会有事的 别这么胆小了 滚啊 滚啊 彩凤凰 怎么是你啊 大大 对了 你来找我什么事啊 你认不认得她 哦 这只不是我给小冉和阿弟防身的 怎么会在你这儿 难道他们出事了 是 啊 出什么事了 有没有生命危险呢 不知道 我只是来这儿通风报信的 这里有他们的地址 你去找他们吧 哦 我 哎 女侠 请 出门 出门 喂 我姑你出什么门啊 姐姐 哎 我有个江湖朋友出事了 叫我去帮帮忙 江湖朋友 江湖朋友 什么朋友 我也不在哪儿 我也不在哪儿 怎么开 不是啊 大姐 到底什么事啊 是啊 哪个江湖朋友 我们认不认识啊 哎 一起去行不行啊 哎 跟你们说也不认识 带你们去又太远 哎 你们不要再问了啊 总而言之 我去两个月就回来了啊 哇 你们就带两维齿的工程去探金吧 呃 不用挂念我 哎呀 不挂念就怪了 你这么一走就两个月 况且啊 那两个猪肉肤色还没搞定呢 是啊 你答应给他们一间房子 他们要问起来 我们怎么回答呢 就是嘛 好好 别担心了 我已经搞定了 阿富 啊 你帮我把这张房器呢 交给他们 啊 不是吧 房器 你来真的 君子一言四马难追 我是江湖中人 说话就要算话 哎 哎 婆婆 这怎么行呢 说不定我爹和我娘真的是合谋呢 他们 行了 大家庆家一场 区区一间房子 这算得了什么啊 啊 婆婆 世上有你这种人呢 我真要代表那些广大白白胖胖的骗子 谢谢你 谢谢你 哇 哎 哎 哎 把宝刀拿出来看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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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赞 不是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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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喂 阿凤 什么事啊 我现在什么都知道了 你知道 根本就不是什么江湖朋友有难 是你做了亏心事 你怎么知道 这件事可大可小的 我当然知道了 这件事名其攸关的 可是你根本就不跟我说 但我是外人是不是 就因为这件事可大可小 我才委屈你的 我是逼不得已 你也不要见怪 你现在是受害人 为什么要怪你呢 要怪也要怪 弄大你肚子那个人 什么 什么大肚子 什么 你不是大肚子 你不是怀孕 为什么带这么多十三太保 你不是怀孕 为什么你要走这么远去生啊 你告诉我 究竟谁是精神人 我帮你找他出来 哎呀 呸 我什么时候怀孕了 那那些安胎药 事到如今 我要把事实告诉你了 那些安胎药是阿弟的 阿弟 阿弟他 阿弟他没有死 小阮他就更没有事了 陈传这件事呢 这件事是假的 这是曲折力气 淹了也可以生孩子 这说出去也不信 这件事要抖出去 可是杀头大罪呀 所以我只好委屈你了 我也无计可施了 姐姐 你这就不对了 冤枉我之前不说 冤枉完了我也该说一声 这件事摆明了 是对不起你的 不过你也知道你沉不住气的 跟你说了你要说出去 那大家都姓名不保 那你现在告诉我 我这次出去 也不知道这件事弄成怎么样 这么大的秘密啊 我一定要告诉一个人 让他来接棒 那个人就是你 又是我 是啊 你千万不要把这件事 告诉别人 影迹也不可以说的 如果万一传了出去 我们金家就完了 喂 你知不知道啊 我 我 你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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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上小心 慢走 小心 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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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豆腐 姐姐小心 是啊 喂 走了 两个月 没人管 真是太开心了 对了 舅舅 那张房契怎么办 我们不会就这么做冤大头的吧 娘不在家 现在就是我们做主了 哪些的投票吧 我第一个反对 她是第二个 不不不不不 不过 阿妹 你怎么看 这件事呢 我是这么看的 那如果我们这次 把这张房契交给我娘 那下次她又找借口 要别的东西 可是如果我娘 她真的有病的话 没把房契交给她 那她的打击也很大的 这很简单吧 从头到尾 也是想得到这张房契 对吧 那我们索性给她一支假的 到时她有房契在手 又有病之病 没病也安心了 对吧 这也对啊 如果她真的有病 就分不出房契是真是假 万一她装病的话呢 她看见那张假房契 还不替她马上跳起来 到时候自然要到病出了 对啊 好主意 也行 也行 伯父啊 伯母的病好点没有 又说头疼 又头晕 又说发烧 本来呢 喝了大夫的药之后呢 好了一点了 不知道怎么 今天早上你没来之前呢 他又说头晕 又要上床 娘啊 娘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啊 我心愿还没了 怎么舍得死呢 娘啊 你放心吧 你吃完药呢 会好一点的了 是啊 你也传染给我了 又打喷嚏 又流鼻涕的 我已经没事了 你也应该很快就会好了 俗话说 心病还需 心药医 她担心的是我 吃什么药也没用 来来来 起来吃药吃 那你还喂她吃 那我得尽尽力啊 对不对 对了 告别夫人不是说那张 什么什么 差点忘了 这张房契 姐姐千辛万苦 终于到手了 就是好了 伯父啊 你不是说要帮伯伯去抓药吗 现在那时候也不早了 再不去的话 药不就关门了 是啊 是啊 老去早回 这里有我们 是 好 好好 娘啊 那你自己慢慢地歇着吧 我们要回去了 走吧 现在他身边没人了 看他露不露出狐狸的尾巴了 是啊 待会儿他跳起来呀 起来精神抖擞的 当场抓住他 让他无地自容 你说他会不会知道 那张房契是假的呢 你以为他是你呀 又啥笨呢 真智 阿美啊 你不要先走 我们这么做 你在这里会尴尬的 嗯 如果我爹我娘 真的这么贪心的话 也应该给他们一个教训 不过这次狠心的 也要说一句 我真希望我娘 是有病 要不然 他们就太过分了 那你这次输定了 我保证他不到半个时辰呢 马上跳起来呀 有一个时辰 他还是躺在那里啊 难道死了 好想有点反应啊 老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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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圈 大圈啊 真是小回头 临死 严语正房契在手 我 我 怎么这么大血呀 哇 这血尖不用碰到这么假吧 不是假的 我娘她真的病了 你怎么知道 她连房契也可以离手 也就说她现在已经病得神智不清了 娘 不是吧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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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哎呀 我娘她好热啊 房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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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契啊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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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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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不是呀 这张是假的 我 买张月 你 你 这张才是真的呢 我买张月 你 买张月 你 买张月 乃是普通的风热 并无大碍 啊 靠脱白沫 吐血也并无大碍啊 那她说话的还有一股臭味 就像腐蚀一样 请问大家 病人除了服药之外 还吃了些什么 也没吃什么特别的啊 我看她没什么外口啊 我就拿告命夫人送给我们那些人参啊 鹿绒啊 给她熬了点汤喝 谜底终于解开了 病人本身乃是热底 你再给她喝鹿绒参汤 哈哈哈哈 简直是火上加油肯定病上加病 再加上 行了 甭走过来了 那就是说呢 她的病是喝汤喝的 不管什么新病的事 小兄弟 聪明 那这个病会不会死人的 你放心 她身强力壮 不用三五天 必定要到病除 不好意思 再请问 那请问你 那是不是没事了 没事 嘿 没事 要房间 干什么 早就踩到我们人口的手上 你们还想拿回来 你还想拿回来 房间 放弃啊 我的房间 什么都无法 跟在这儿走 看这个东西 他在这儿干什么呢 放弃啊 放弃啊 不要放弃啊 不要放弃啊 别放弃啊 不要放弃啊 你放弃是我的 别放弃啊 放弃吧 真羞百味 我最喜欢吃的红烧蹄包 有姜醋蛋 白鱼小猪脚 好 好吧 真意粉 全部都 做出这么多菜来 简直秀外惠中 而且吃家有道 舅舅 你真是有福气 这还用说 姜越老越辣 酒越酒越醇 老婆越老越可爱 不过关我的事 是他们三个掏腰包 夹菜的 是吗 怎么你开玩笑 舅母 我们是暂时 先给你垫着那些钱呢 可不是啊 买小猪脚的那五两银子 一大早出完 快点还给我 我的那些姜醋蛋呢 我是想大家一起吃的吗 当然要算公账了 哪有公账啊 什么呀 我娘出门之前 一定会把家用交给你的 大姐走得那么快 她只交代了几句 她没有给我钱啊 那怎么办 那 大家出钱了 明天是出一 大家出钱就对了 我总比得干减肥 我不吃饭了 我最近的胃口不是很好 吃也行不吃也行的吧 我三天两头 要给我下个出去应酬的 如果我也要出钱的话 太不划算了 家是大家的 有什么划算不划算了 可不是 那要公平才行啊 那人头算吧 公平了吧 是啊 当然不公平了 舅母 西西这么想要算人 那我欢欢也不可能算一份的 那按房算吧 那每房的五十两 都最少补 是啊 这样 那出钱就出钱吧 五十就五十嘛 真是 糟了 我刚用完了 阿璐 你先帮我给这 为什么让我给啊 她是大的她给 干什么让大的给啊 那古龙让离的故事 也是小的让大的 那我现在是小的 就把机会让给你喽 哎呀 五十两又不是什么大数目 是原则 是啊 哎 眼不见为敬 喂 你别借骨就走了 我快帮你给了 这什么意思啊 咱们借骨都溜了 哦 那现在也就是谈不妥了 谈不妥了 把银子拿回来嘛 嘿嘿嘿 拿回来啊舅舅 拿回来啊 哎呀 你还坐在这儿去 你快点去追呀 追到也拿不回来了 嗯 相公啊 你没事吧 你刚才怎么匆匆忙忙的 跑回来了呢 你真是太迟钝了 刚才要不是我揪着你走啊 阿康那五十两银子 一定让二十拿走了 是啊 我真是太迟钝了 该嘛该嘛 刚刚松 你没藏到四方钱 我没有啊 我没藏着啊 没有你学人家兴电的 那我想一家人 无所谓了 是不是也要给啊 所以说你这种人啊 尽干傻事死也先死 有道是啊 亲生子不如尽身钱的嘛 那钱当然是放在自己的身边最稳当了 这奖势 什么事也要我教你 是啊 对不起啊 慢着慢着慢着 我说过多少次了 水一定要热的 我去加点热水啊 不用不用不用 这忙也得累 帮我捏了一下 你没吃饭呢你 我是没吃啊 刚刚想吃就给你进来了 怎么了小狗 怎么样 我的苦门好贵的 请她走了 好重啊 宝妃娘娘 何必这么破费呢 想小心你而已 是吧 宝妃一心来探望婆婆 谁知道她出门了 那不好意思啊 宝妃娘娘 不过你放心 这些礼呢 我们会收好的 保证妥的 宝妃娘娘啊 我做了桂花糕 你尝尝啊 好啊好啊 大家一起吃 好啊好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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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啊 你小心脸 一看你又好吃的 就扑过来了 你在宝妃娘娘面前失礼了 哦 不好意思宝妃娘娘 不要紧 把东西放下 大家一起吃 哦 对了 刚才叫你去采地坊 拿的东西 你全都拿回来了 都拿了 连公主和宝妃娘娘的 都拿了 是吗 丝巾有货了 哇 我等得脖子都长了 公主说 我帮哀家订了一条 绣巾的金螺帕 手工精细无比 我正要开开眼见了 好好好 还不快给宝妃娘娘看看 哦 是哪盒哪盒啊 啊 这盒 快点 谢谢 公主 这盒是你的 谢谢 哇 好漂亮 真的好漂亮 当然了 是我亲手挑的嘛 哦 怎么会是肚东呢 不是 是我娘子干的 哎 不好意思啊 公主 你真是没用 我就会吃不会做 人有措手 没关系的 你呀 男人大丈夫 怎么能帮你娘子 去拿肚东呢 这我不想 阿康也是体贴嘛 或者是我 我从不敢 舅老爷 三姑爷 不知道 这条裤子 是不是你们的 看看 哇 绣着鸳鸯的裤子 绝对不是我的 可不是 绣着鸳鸯的内裤 是不是阿岳的 哎呀 不是阿岳的 相公 是你的 你的裤子那天开卸 我给你缝上了 我看呢 太素了 就绣了一顿鸳鸯 你找死你 你把我当公公 舅舅 这也是救我们的一番新意嘛 别怪他了 是啊 我们回来了 哎 怎么都在这里啊 原来宝妃娘娘也来了 宝妃娘娘 金秦渣 你这么有闲情 陪两位夫人去买东西啊 一二哥 看了你大有收获啊 哎 你们看看 这两条腰带 是我们买给相公的 哎 所以你说呢 二弟什么时候 都是最有福分的 收礼物收双份 嘿嘿 一斤一银 是不是很威风呢 哈哈 威风呢 的确是威风 不过看起来呢 这条腰带好像短了一点啊 是吧 怎么会呀 我们知道相公的尺码 可不是啊 相公的身材 我们最清楚了 是啊 哎 哎 不是 好像真的短了一点啊 我来我来 我来我来 我来给你 来 喂 缩着点 缩着点 哦 缩着点啊 收服啊 快一点点 哇不行了 喂 哇 哇 你们也太失败了吧 连相公的尺码也不知道啊 就是 不可能的 是你突然爆肥了吧 喂 你别再抓 我们下次给你买东西 啊 你们俩居然恶人先告状啊 腰带是你们俩帮我挑的 我当时又不在场 总是你的问题 哎 女人真是烦的 男人真是烦 哪一辈门 哪一辈闭 喂 喂 喂 安妮 你到底站哪一边呢 可不是吗 公主 你也是女人 不可能不帮女人的 哎 我是帮你不帮亲啊 哇 又这么合拍啊 那他们两个真的是很合拍的 你们虽然比他们早澄清 可是说到夫妻仙的合拍 和互相尊重呢 他们两个啊 真的是最好的了 我什么时候见他们俩 都是这么相敬如宾的 哇 上汤啊 炸粉果 那 这些炸粉果呢 是驸马爷送来的 至于人身上汤 是公主命人熬的 一凉一热 配得好啊 哇 送东西也心有灵犀 羡慕死人了 有什么好羡慕的 分明是演戏给我们看的吗 哦 不会吧 哎呀 什么不会啊 半个多月前呢 我看到大哥的前额肿了一怪 他说自己不小心撞肿的 哎呀 我也想起来了 半个多月前呢 公主她手也有余痕 她说给撞了一下 啊 这么巧 什么巧啊 说不定他们两个关上房门 大打出手不告诉我们 是啊 哎 你别胡说八道了 哦 有这个可能呢 夫妻两个一定是有争执的 难道天天都相近如并啊 说不定啊 真是演戏给我们看的 哦 演戏归演戏 影响我们世大嘛 说的对啊 要不然弄的宝费啊 以为我们全都是怨偶啊 我是孽夫 就有你是孽妻 二哥呢 你跟两个嫂子都合不来 哎呀 这样的话 为了挽回我们的声誉 怎么也要揭开他们的真面目才行 嗯 我帮你 谢谢 哦 私下也是相敬如宾 看来不像是演戏 哎呀 看下去再说吧 嗯 嗯 哎 你不会这样吧 起来啊 喂 男人大丈夫 说了不起来就不起来 喂 你可别后悔哦 永不后悔 好 哼 哇 狐狸露出尾巴了 是啊 没人看见就正常睡觉 这样下去呢 一定出则口角 进而就动 怎么不吭声啊 哎 喂 舍得起来了 知道你怕冷吗 那我当然要把被窝误暖了才能让你去睡啊 不然你的手脚老是那么凉的话 那怎么行呢 整天霸着暖被窝 给人家一次机会都不行 当然不行了 因为你是最好的 哇 怎么这样啊 好感动啊 相公 你可不可以也这样对我 走开 你 为我 走开 糖水可以喝了 谢谢 哎 怎么有我最爱吃的鹌鹑蛋呢 吃完咯 不是吧 你吃了我最爱吃的鹌鹑蛋 会不会太过分了 太医说了 你肝羊上炕 肝风内冻啊 不能吃太多的蛋 可是你吃了也不好啊 你知道就好了 这就叫做死贱 什么 哎 如果你有事的话 谁给我暖床呢 老了以后 谁陪我数星星啊 你放心吧 我答应过喵喵的事呢 这一生一世 我都会记住的 饶了你 汪汪 嗯 哇 喵喵 汪汪 以为监视了一夜会 会好一点了 谁知道现在更反胃 真受不了他们 是正常人啊 谁也受不了 真是万万想不到 他们拿肉麻当有趣 最叫人受不了的是什么 哇 你一句喵喵 我一句汪汪 真的好肉麻啊 你看我起的鸡皮疙瘩 直到现在也下不去啊 其实喵喵和汪汪 也不是很难听啊 不是吧 那我以前啊 还叫我相公 妹妹 什么妹妹啊 妹妹 羊妹的妹啊 哇 又来了 你是不是想谋杀亲夫啊 妹妹 你知道吗 我现在年纪大了 胆子小 你再这样下去的话 我真是撑不下去了 那喝杯茶 吃个包 一转脸就没事了吗 吃吧吃吧 哇 巢呀 天啊 哎呀 你们疯了你 下猫杀 我看你们一个个的魂魄都不见了 不就马上把你们喊回来了 难怪人家都说呢 女人是醋坛子 眼睛是看好东西的吗 那哪有好的不看吗 可不是 你说吗 不 不是 一试论是 论什么是啊 看东西不用看的眼珠子都掉下来吧 哪的是啊 我们其实是看西洋服装的制作精妙吗 当然了 其实论样貌 那两个洋妞啊 这属普通货色 普通货色 可是他们呢就能引起全场人的注意 那倒是 所以我们身为呢 朝廷的重臣 国家栋梁 怎么能不趁着这个机会 好好向西洋文化学习一下呢 对不对 对 可不是 那女人穿了西洋服 马上漂亮了 人见人爱了是不是 果然 果然 当真 当真 娘子吃吧 吃吃吃 这个好不好看的 珍珠耳环行不行 金钗会不会太俗气 你回答一次快一点的行不行 啊 呃 呃 呃 其实呢 呃 朱菜 有朱菜的好 金钗 呃 有金钗的高贵 你跟梅回答有什么分别 废话 哎呀 你看看这个 这个 回来了 小哥 小哥 你看看我好不好看 你看看我好不好看 呦 呦 呦 哎呦 你们从哪里 哎呀 找这叶杜鱼回来啊 是不是很惊喜啊 喜是没有 惊到流 穿上这叶之后啊 完全可以将女性的优点展露啊 传出去啊 一定很多人羡慕啊 哎哎哎哎 是是 那请问 你是不是想遛过大风向啊 还是想家破人帮啊 啊 可不是 坦凶漏臂 真是无不欲观之仪啊 哎 简直啊 有声疯话啊 哇 有声疯伤啊 可不是 那两个羊妞穿着 你们赞不接口啊 嗯 那这怎么一样呢 可不是 那两个是羊妞吗 你们不是 有什么分别的 他们有的 我们也有啊 你是不是小看我们啊 哎 不是小看你们啊 是怕人家看 我们吃亏 哦 那也就是有双重标准了 靠不对劲就是 每个男人都是这样的 有谁想自己的妻房 被人任意观赏啊 可不是 哦 我想到了 我也想到了 想到什么 原来每个男人呢 都有一个死穴 而且 还是同一个死穴 只要向他们的死穴 一点下去 那就一击击中 哦 我明白了 啊 我不明白啊 记得点吧 就是 哇 哇 好漂亮啊 我说了吧 要戴上这个假发 才像洋人呢 我说公主 你现在这些打扮 男人看见流口水 女人看见仓皇而逃了 上天啊 真是太不公平的了 羡慕死人了 嗯 不行 我要进去换衣服 哦 不行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啊 公主啊 我们刚才一起动手 帮你穿得很辛苦 是啊 你怎么快就脱掉她 浪费我们的衣服了 是吗 正所谓女为悦己者容嘛 你怎么也要撑到驸马爷回来 给她一个惊喜啊 大哥看见了一定会很开心呢 是啊 可是这件衣服做也不行 蘸也不行 好好好 不要紧呢 有我们在这里嘛 你要什么呢就尽管直说 你说是不是 是啊 是啊 哇 好像很高兴似的 大哥 哇 是不是也会很漂亮啊 公主啊 这回有好戏看了 无缘无故怎么穿成这样 不是 他们说如果我穿这样的衣服 会给你个惊喜的 那大哥 你的眼睛瞪得那么大 那你是不是不喜欢我这么做呀 哎呀 如果大哥不喜欢 我马上给公主换你了 是啊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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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看起来呢 也挺好的 真的 嗯 好 你啊 你不觉得 这理由露了一点 那理由露了一点 露得太多了吗 嗯 看了这套衣服啊 穿在公主的身上 简直呢就是 上天的恩宠 好 其他那些什么大使夫人啊 根本就不能跟你相比 好 真的 嗯 哦 既然是这样呢 好的呢就要公主于天下 嗯 公主啊 我们现在就去逛街吧 是 慢点慢点 你还不说真话 嗯 那牡丹虽好呢 要绿叶扶持着嘛 等等啊 嗯 什么绿叶啊 嗯 那 这样就牡丹绿叶相得益障了 啊 啊 嗯 想不到阿年这么滑头 他这样 那跟叫公主黑布蒙头 穿着棉衣上肩有什么分别啊 有 当然有了 相公给我一串银链戴出去呢 就好好的 可是让我带一块黑布蒙头呢 我就跟他对抗 对我来说没有分别 不管银脸还是黑布 相公都没送过给我 喂 你这么说什么意思啊 你喜欢多少说 啊 是不是真的 十条八条够不够啊 够了 黑布啊 哎 大哥不可能这么半天了 还不出现啊 大哥呢 那向来是心胸广阔 哪像你们看得这么紧啊 可不是吗 你们也应该好好地反省一下 就是啊 我妈只是说穿羊服去集市逛逛 你们就说家破人亡 柳国大风向 真是要不得 说到吃醋这种事 我们怎么也比不上你们啊 是啊 古语有云 你人是醋谈的吗 什么 喂 要不然 上次阿康无意之中 经过那些花间柳像 你骂了他三天三夜 弄他来烦我下了三天旗 那是他自找的 有那么多路他不走 骗要走那条花间柳像 你是不是存心不轨啊 哎呀 那可不是嘛 就算正人君子走过 也会避迹的哦 女人不是醋谈子 又怎么会小事化大呢 唯恐阿康不死似的 是啊 女人才是醋谈子 我想到了 你想到什么了 想到妙计吊金归 喂 走快点啊 喂 这样怕怕出事啊 如果他是这种人 早晚也会出事 不怕的 走啊 走啊 教教你带我去哪啊 嘿 一个可以对酒当歌 适合我 饮食作对 适合我 总之就保证你 笑容最可亲 福够殷勤 来了 来了 哎呀 还想什么 要快进来吧 不行 下一次 下一次吧 下一次 来了 不要拉了 下一次 花间柳像 别装算了 总之今天 我舍命陪君子 就去帮你挑 来来来 走走走走 别急 别急 哎呀 娇娇 娇娇 怎么到这种地方来啊 娘子知道的可不得了啊 舅舅啊 这么做怎么对不起救母啊 要什么问题呢 有空来这种地方 银尸做的对着 那么陪陪吧 有什么大不了的是吧 喂 你知不知道 来得多可以一禽养兴 也念一瘦啊 不是啊 那倒是 喂 不是啊 舅舅 家中娘子知道 家便有可能了 是啊是啊 我们走吧 我们走吧 走吧 走吧 不要 我们不要 走走 喂喂 所以就特地带你们出来吗 我掩护阿年 阿年掩护阿月 阿月掩护阿康 再转过来掩护我 层层掩护肯定是毫无破绽 走吧 行乐要及时的啊 是不是 这种那么肮脏的地方 我是不会去的 如果我进去 我怎么对得起公主啊 来来 喂 大哥果然是真君子 简直是留下会转世啊 不愧为金家的子孙 没给金家丢脸呢 这样的话 不就掉不到金龟了 哎 哎 哎 对不起 姑娘 有劳公子 哎 有没有搞错啊 瞎了眼啊 走路也不看着点 啊 原来并不是柳下会 哎 哪有男儿不好色的 糟了 差点忘了 什么 通知公主啊 哎呀啊是啊 哎 兵分两路 男的去监视 女的回去报仇啊 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哎呀 真的在这里啊 在这里 真的在监底啊 这里一点啊 这里一点啊 一定要大一面亲啊 前面转右第一见方就是 哎呀 你放开我 你别做梦了 你别做梦了 这这驹马的声音 你要怎么样 你说呢 你给我一条活路吧 真是 你遇上我 算你倒霉 好 你自己不做梦了 唯一 我了解 你保证剪放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